嗨大家好 我是中间美妆博母阳光 我有一个粉丝给我发来了很长的留言 说到自己最近很焦虑 因为觉得自己长得很难看 那最近确实有很多的美妆博主 也在跟大家分享容貌焦虑这回事情 那很多美妆博主非常的勇敢 晒出了自己真实的皮肤的状态 真实的发际线 真实的身材之类的 就会发现很多在镜头上看似很完美的人 其实真实的状态跟我们普通人也差不多 这点我真是非常的有发言权 因为我主持过好几届在浙江举办的红人圣典 确实有很多人呢 他的身高也好 颜值也好 体型也好 就是一个普通人 但是他就是有几千万的粉丝 因为他有非常好的性格 有非常多的干货 所以我觉得人生也是一样的 外貌只是组成我们魅力当中其中的一部分 但绝对不是全部 如果你有很好的性格 很渊博的学历 或者是很棒的幽默感 你当然也会成为一个很棒的你啊 如果你有持续的容貌焦虑的话呢 以下是一个中年女性 对你的一点点小小的建议啊 第一呢就是衣服啊 那么衣服的话呢 我觉得大部分的女生都适合的衣服 就是质感好 款式简单 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最让女孩子受不了 让你觉得占了便宜的东西 所以我们很多女生都会买一些 原本不是那么想买 但是他打了很低的折扣 你就觉得不买 好像吃亏了 这句话也是送给我自己 因为今年我也是买了很多 很搜搜的东西 买买买买买 后来我就发现 我每一次重大活动 或者是重要的场合 穿的那个衣服 永远都是我赤巨资 而且是真心一眼看到觉得说 哇 非它不可东西 所以说如果我们只有这一部分预算的话呢 就不妨在这个预算里面 买到你最想买的那一件 这真的是惊艳之态 第二呢就是护肤品一定要坚持用 在这里呢 伯母不是想告诉大家 一定要买最贵妇的东西 最好的东西 当然好的东西是很重要 但是如果说你的经济能力 没有达到这个消费的层级的话呢 你也可以买到合适价格的东西 护肤的步骤也好 护肤的这种精细程度也好 就尽量做到自己的最好 因为我觉得产品固然很重要 但是用好产品 坚持用产品的这份决心也很重要 每一个人的长相和基因就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天生就是不会老的长相啊 他的基因就是很扛老啊 那你是吗 你又不是 那为什么还不好好护肤呢 长得又不年轻 还要熬夜吃辣不护肤 你是怎么想的 第三点呢 就是化妆还是要学一下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技能 就是你可以不化妆 但是你不能不会化妆 现在有这么多的美妆博主 免费的教大家化妆 为什么不能收藏几个 好好地学一学呢 而且我觉得普通人出门的话 也没必要化那么复杂 简简单单的几个步骤 可以提升一下自己的气质 真的没有那么难 不要那么抗拒好吗 这个我想说有很多的朋友呢 把自己的焦虑呢 归为容貌焦虑 好像有一定程度削弱 这个焦虑的成分在 就好像容貌焦虑 顶多觉得自己不好看 这应该不算是一种病吧 但是本人真的有一个粉丝 他的这种容貌焦虑 已经上升到焦虑症了 他给我的留言里呢 让我非常的震撼 他因为对自己的容貌 没有自信 已经上升到 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 每一天都觉得 自己的心和灵魂 是飘在空气中的 脚踩在地上 就像踩在棉花上面一样 就完全失去了重心 而且每一天 都有念头冒出来说 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最后呢 他没办法去到医院去看 目前已经治疗了几个月啊 状态大大的缓解 我想说如果你有持续的容貌焦虑 上升到了影响到你生活 让你夜不能寐 食之无味 你真的应该去医院 找一个专业的医生 去聊一聊 看一看 其实我觉得焦虑症 它跟我们生感冒是一样的 只是你身体发生了一点点的改变 需要药物来帮你好好的治疗 大家千万不要太抗拒 最后呢 我们想说这个世界上 真的不存在很完美的人 学着跟自己和解 你会发现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人 他长得根本就不好看 但是你还是会觉得他自带光芒 我希望你也成为这样的人 好了 我是伯母 下期视频再见哦 拜拜